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 国产汽车的品牌经历了一次腾飞 在我的印象里 引领这次腾飞的首款的车型 就是上汽荣威的RX5 当时它的大屏幕和它的斑马制行语音控制系统 真的是让我这个干了二三十年的汽车媒体人 大开了眼界 现在新一代的荣威RX5来了 它还能让我大开眼界吗 感谢观看 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第三代的荣威RX5 这是官称 我在我心目当中和我2016年接触的第一代的荣威RX5相比 这个新一代车型才是一次更彻底的更新换代 全新的一个设计 整个车的比例也变了 这个比例也贴合现在的流行趋势 就是它会让你感觉它的车顶降得更低 车身向纵身拉得更长 线条平直 而且它装上了一种更大的轮圈 20英寸的铝合金轮圈 在同级别当中这属于是最大号的一种轮圈的匹配了 加上轮胎之后它的车轮直径 明显比原来要扩充了两个数量级的感觉 整个前脸的设计 当然我觉得也是比较贴合于现在的流行趋势 就是这种参数化的中网 也有它自己的一种说法 就叫凤雨式中网 而且在它的大灯的下方 这个参数化的前脸里面还隐藏着LED灯 那形成了一种能够打出灯雨 能够和用户进行交互的灯光装饰效果 侧面线条的运用我觉得挺简洁 而且确实比较高级 首先就是它这个尖线和发动机盖缝隙 连为一体 发动机盖的缝隙能做得特别特别细 和这个线条能够完美的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线条 而且在它的后胯的部位 就会有一个对称的环绕车身的线条 这个线条呢是来强调它的后翼板 强调整个车后跨一种力量感的 这两个线条的匹配 既有一种对称 又有一种长和短之间的搭配 让你感受到了这种车向前冲的动感 和很强劲的力量感 还配了这种隐藏式的车门把手 尾部的设计我觉得相较于头部 我觉得更精彩 你从后边看这辆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的车顶压得很低 而两翼展的非常宽 有着强劲的动感 会让它想起列装车漂亮的一种贯通式的尾灯 尾翼中间有气流的通道啊 妥妥的一性灯车 下边还有着很鲜明的扩散器的造型啊 RF组的宽度啊 一米八九啊 在这个级别的车里 这个宽度啊 是相当宽 打开行李箱盖的时候 发现它行李舱的路口特别宽大 行李舱的盖板呢 你打开之后啊 轻轻向前一推 它就固定在这了 下边是一个分隔的很清晰的小托盘 而整个的行李箱的标准容积是507升 如果把靠背放倒之后呢 就能达到1484升 相当于差不多1.5个厘米了 实用性是完全没有问题 第一代荣威RX5让我大开眼界的 主要就是它呈现出那个大屏 以及它的人机交互系统 语音识别 用它来操作车的各样功能等等 新一代的荣威RX5 还是在这地方 让我大开眼界 一个横向的27英寸的整体连屏 你都不能叫连屏 因为它就是一块屏 另外它是滑动屏 当然你也可以用语音来控制它 你好班马 在呀 把屏幕移到右侧 屏幕正在移动 不要碰我 你可以给副驾提供一个 专属于它的娱乐的空间 那同时呢 在中间这个部位的屏幕呢 又能够显示你驾驶的信息 即使它是一个大众化的 普通人消费者都能买得起的车 8155的芯片已经成了一种必须有的装备 但是这主要是为了它的内容 来提供一个硬件上的支持 关键还在于它里边软件的编辑 以及它的使用 人机交互的这种智能化 本来就是荣威RX5 它发起和引领的嘛 在这里面有什么新的创意没有呢 看它这个智能中心 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设置 一个叫调教小班 这是一个你自己去培训 你自己这辆车里面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模式 假如他听不懂 又把你说的那个话在这里面录进去 然后你去操作那个功能 这样的话 他就能把这句话和那个功能绑定 下一次你的小班就听懂了 还是一个功能 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叫场景模方 点开之后 你会发现有八种场景 第一个场景 小奇遗课 咱们编辑一下它 它其实是小程序 那这小程序 你点开进去之后 你就发现你能把空调 座椅 车窗 灯视 屏幕 闹钟 声音 都分别进行设定 设定好之后 它就成了一个程式 下次你把它点开 一次 全部调节到位 其实有八种场景 你都可以去进行自己的设定 不过我觉得它最后这两个场景 那么这一个就是 它想象成你驾驶者是一男性 针对副驾的设定 称之为女王驾导 他马上就有反应了 但是我觉得 假如这个驾驶者是一女性怎么办 而他的副驾是个男性的 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 情景模式的 名称 也应该允许它的用户 自由进行设定 新型的宝石形状的拍档头 真实的水晶玻璃 里面有山水画的雕刻 赏心悦目 而且手感非常好 车门上也有一些有意思的设计 我一看想起宾利 他在他的整个这个车门上用的这种 鸭花出来的 那宾利在车门上也有那种菱形的鸭花 那是宾利的一个创意 把这工艺以一种很有质量感的形式 体现在了他自己的车上 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它是一个椭圆形的方向盘 而且是左右宽 上下窄的这么一个设计 底下是个平底 和整个这个车的外观的设计 和内饰设计 其实它们是一体的 不断的让你感受到 它向两侧的延展 在方向盘的多功能的控制部分 它左右手加了两个圆形的小拨杆 上下左右可以拨的 手感也非常非常好 显得很高级 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稍微需要提高一下 就是门上窗台的材料和质感 和其他部位的材料和质感 显得有一点差异 如果他把仪表台的上部的材料 一直延展到窗台上的话 整个内饰的感觉 就一致感会更好了 现在RX5官称说 它车顶压低了 但是我坐这的时候 其实垂直高度 我觉得没有任何影响 右侧的座位设得非常高 而且它不能调高低 但是你往这一坐的 感觉就是 坐在自己办公桌前面的办公椅上 脚自然平放在地板上 腿还都正常贴合在椅垫上 很正常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跟前座一样 你坐在后座的时候 你觉得头部的空间也没啥影响 我觉得它的后座的坐点 坐椅的位置 差不多跟前座一样 不会有一种阶梯的感觉 后座比我肩头还高 我这靠背 坐这儿支撑很充实 而且头很自然的 就可以放在头枕上 只是有一点后座的靠背 不能调节角度 只有一种的坐姿 但这个坐姿已经让人觉得足够的舒适了 在后舱你会感到很宽阔的腿部和脚部的空间 它的整个的后地板相当平 那前面的座椅又高 整个腿部的脚部的空间上觉得特充裕 漆步的空间要明显大过20厘米 后座的座位的宽度也很到位 你好搬满 后排请说 打开天窗 好的 这就打开天窗 太夸张了 这个巨大的天窗 能够一直延伸到我头的后方 而且它的前半个天窗 它能够完全打开 你会觉得那种严丝合缝 相互吻合的感觉 特别解压 你好搬满 后排请说 关闭天窗 好的 这就关闭天窗 很明显它是防紫外线 即使你把装阳板完全打开 太阳晒进来 你也不会觉得烤 新一代的RX5 其实我觉得 反而是比较不需要太多说的是它的发动机动力 它在上面还做了很多的优化 但是它和接近一个中型SUV的尺寸 来匹配的话 它的1.5T发动机是一个很常规的动力搭配 188马力 它比较优秀的地方是扭矩超过了300 一般这种1.5T的发动机 以前大概都是要以日系为标杆 日系的这种1.5T发动机都只有200多牛顿米的扭矩 但是现在国产的1.5T发动机的技术水平 我觉得直逼日系 甚至比日系还要表现更出色 而且更适合中国 它油耗还挺低的 综合油耗只有7.1升 而且我们也在怠速都试过了 就是当你把这个发动机给它启动之后 在外面能听 但是车里边几乎一点都听不见 然后你还可以来一个硬币 立在上面 你看它震动都没有 特别平顺 7档双离格机变速箱 也是咱们国内这么多年应用双离格机变速箱 到了现在已经接近于达到一种完美状态 就是它的换档的整个的过程非常的平顺 就这车开得特别特别慢 在城里走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顺滑 它走起来以后很安静 而且它特别的平稳 就是它在压过这些井盖 坑洞的时候 接缝的时候 它很从容 振动很轻微 它感觉就好像这个鸟轻轻抖了一下 它的羽毛一样 你别看这车 它的离地间积挺高的 这车 但是仍然能保持它很好的稳定性 你看就上下这个高速路的杂道 城市里拐个弯 车身都是相当平稳的 即使有时候走的比较快的转向 它会有压缩 但是这种压缩很渐进 它这是柔软的韧性 而不是那种坚实的韧性 我觉得它座椅的设计也非常好 座椅很大 你看我穿的今天穿的很厚 羽毛服的什么的都穿上了 坐在这座椅上我觉得正和好 特别贴合 舒服 确实舒服 我现在在缓路上 八十巡航 而且外边是六七级的风 你确实能听见风噪 是啊 我开八十公里迎着六七级的风在走 这种风噪已经非常小了 我感觉能听见外面车行驶的噪音 也是经过很严格的阻隔和过滤的 我觉得在北京城的城市环路上 来结束这个试驾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因为这样我正好能够在非常轻松 惬意的和屏幕那边的用户们聊天 但同时又能够稳稳当当的 舒服服服的掌握着这辆车 就跟我当年看到第一代荣原二组一样 这次我仍然有这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而且还是在它第一代车型 让人大开眼界的那个点位上 什么呢 大屏幕和它的人际交互 这语音控制 在这体现的主要就是 一体式的二十七英寸的屏 高清屏 并且是滑动屏 这滑动屏我觉得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放心 这不是个噱动吗 不是 我在试驾的时候 我把这个屏划到最右侧 它的行驶的数据车速 就在中控屏这个角上 正好在你的视线里 而你面前没有了这个屏幕之后 你反而能够更加的把精力 集中在前方的路面上 这完全就是一种开特斯拉 摩托三摩托外的感觉 而同时呢 要比特斯拉摩托三摩托外 人形化多了 豪华多了 因为你的右座的乘客呢 他就会获得完全属于他自己的 另一半的信息娱乐 再有一个就是特别自如的 人机交互 语音交互 仍然是让你觉得 用起来的方便程度很高 让用户自己去培训 里面的人工智能 听懂你的话 这样一个模式 我觉得仍然体现出了一种创新 就意味着再不提升用户 支付成本 支付代价的前提条件下 把用户带入到新的科技境界 还把产品整个的档次提升了 然后还能让你感受到这种新奇的科技装备 还给你带来了真实有用的美好体验 我这车型 它选装了一个20英寸的轮圈 13万9都不到14万 而滑动屏的车型 它实际上是从13万2千9 你就可以买到了 能理解上汽这家汽车大厂 传统中国的汽车大厂 它把握产品的能力了 这就是一个水平 质量不断的提升 技术不断的提升 而价格甚至是稳中有这样的感觉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T车邦之为爱车的 好 打赏 了吗 了吗 感谢观看